刷牙是我们生活中在平常不过的事情 不过即使每一天刷牙 但不代表每个人都能够正确地照顾牙齿和口腔的健康 为了灌输孩子们注意牙齿整洁的意识跟正确的刷牙方式 位于雪州巴胜中路的双西冰甲国小 那今天一大早就集合了校内的学生来一个集体刷牙活动 而且还列入了大马纪录大权 那到底两千多个学生一起刷牙会是怎么样壮观的场面呢 马上去看一看 星期五一大早 小朋友们聚集在草场要做什么呢 那这群小朋友可是有特殊任务在身 要准备来创下最多人一起刷牙的记录 不过要创记录可不是这么简单的哦 你看小朋友们刷个牙不但动手又动口 还得随着卡通音乐伴奏转动身体来个刷牙操呢 幸好啊小朋友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最后呢成功以2098人一起刷牙 列入大马纪录大权 至于现身出席这场活动的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 除了化身为护牙大使和在场的小朋友们互动 他也借着这一次的机会 亲自向小朋友们宣导吸烟对健康的危害 而在一个星期之前 才被委派率领沾案小组 去探讨管制电子烟的李文才 也在记者会上透露新的法案目前已经在草拟中 另外李文才也促进民众 不要为了敢流行而抽电子烟 因为市面上90%的电子烟 都含有尼古丁会让人上瘾